北京行政長官梁振英分別與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剛和港澳辦主任黃光亞會面 張德剛明確表示真心希望香港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但卻沒有談到方案的具體內容或佔領中環行動 梁振英早前公布的訪經行程中沒有包括港澳辦 但中午後通知記者說下午會與港澳辦的官員會面 副主任徐澤在門口迎接梁振英 陪同梁振英的包括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陳家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及特首辦主任邱騰華 港澳辦主任黃光亞及副主任周波都有出席會面 梁振英之後總結全日活動 才透露原來上午曾經與主管港澳事務的人大委員長張德剛會面 匯報了香港經濟、社會、民生等各方面的情況 又指面對外圍競爭 希望中央鞏固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 亦都有談及最快會在年底舉行的政改公眾資訊 梁振英說雙方都沒有談到普選提名的具體方案 而被問到行會成員羅范昭芬指他在免費電視發牌的事上回應得太遲 梁振英就這樣回應 羅范昭芬行會成員我看到有一個報道 因為當然我不是在香港 他都說我們那個做法是完全符合程序公義的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有官司 所有這些事情我們會在法庭那裡 我們會向法庭陳述的 任何進入司法程序的事情 我們是不能夠將我們準備在法庭講的事事先講的 電視發牌的問題 完全是特區政府自治範圍內的事 因此在與張德光委員長和港澳辦的會面當中都沒有談到 多間駐京的傳媒在梁振英訪經之前和訪經期間 多次向駐京辦和到訪的官員查詢 要求公開梁振英訪經的行程 事前他們並沒有透露梁振英會與張德光會面 梁振英回應說與張德光會面並不是什麼秘密 事後才向傳媒公開 無線電視主北京記者尖前面